蒋介石临终遗愿,把我葬在家乡,在孙中山先生边上 然而却一直没能实现,其孙子召开发布会提出两蒋遗陵大陆 两句话令使人唏嘘 我的爷爷蒋介石,父亲蒋经国生前特地交代要魂归故里 这是祖父的临终遗愿,也是父亲的遗言 1996年,蒋介石的孙子蒋孝勇在台湾郑重召开发布会 表示要将祖父和父亲的灵鹫迁回大陆安葬,落叶归根 爷爷与父亲作为蒋家已故先人 对于他们的遗愿,我们一定会不遗余力地去帮他们实现 蒋介石说到最后,还忍不住哭了起来 蒋介石死后,曾留下一言要将光果送回大陆的老家 但他死后,灵鹫一直没有入土,一直浮错在台湾慈湖灵寝没动 回顾蒋介石和蒋经国生前死后的一系列事件 蒋介石的想法到最后再次不了了之 面对这样的结果,蒋介石说了两句话,让所有人虚息不已 1887年,蒋介石出生在浙江凤化,原名瑞元,后改名叫做智青 钟正,自建石,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关键人物 对中国近现代史的进程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蒋介石出生在浙江一个经营盐铺的家庭中 在他八岁的时候,父亲就因病去世,导致生活条件十分艰苦 由母亲王采玉一手拉扯大 家庭条件虽然艰苦,但母亲没有忘记对蒋介石的教育 让他幼年入书,诵读经史,长大以后先后进入三个学堂就读 最后于1906年东渡日本,在东京清华学校学习 认识了陈其美等近代民主革命者,学习到了许多反清思想 后来蒋介石回到中国,因受到孙中山先生赏识 崛起于民国政坛,领导中国国民党长达半世纪 而国民党败退台湾以后,蒋介石的思乡知情泛滥 日日忍不住想念浙江老家,在一次和儿子蒋经国的登山途中 蒋介石偶然间发现了与老家凤化西口十分相似的雌湖 并将这里改为总统行宫,只要想家了就回来看看 这世道真是变了 败退台湾以后,蒋介石在接踵而至的坏消息中愤闷到 自从新中国成立,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 国际社会都在渐渐达成只有一个中国的共识 开始同台湾省政府断交,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并且联合国都已经通过投票,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联合国上的权力和事务,将台湾驱赶了出去 就连一向不惜中国,与中国关系非常不和谐的美国 也开始和中国缓解关系 对华进行了外交访问,建立外交关系 更别提那些跟在美国屁股后面的小国 也是纷纷向美国看齐 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台湾断交 这样的消息让蒋介石非常烦闷 每天都是吃不香睡不着的状态 一到夜里就止不住的感慨世事变迁 眼下难以改变整个中国的国家趋势 蒋介石就想着将精力放在台湾岛内 安抚好岛内的人 然后再考虑中国的其他事宜 天下大事,在乎人为 只要我们大家齐心合力,处遍不惊 深谋当断,经得起考验 一定能坚持到国家独立之日 蒋介石写下一段文书告知岛内民众 而他这番说辞的确起到了一些作用 让他毫不费力地在接下来台湾地区立法机构 以最高的票数让儿子蒋经国 坐上了行政院长的位子 这个时候蒋介石的年岁已大 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好 且在长久的国际形势打击下 病情越发严重 1973年的元旦 蒋介石是在医院度过的 不过为了稳定台湾内部 蒋介石住院仪式只有部分人知晓 并未对公众开放消息 为了防止外界起疑 在这年7月份 孙子蒋孝勇结婚的时候 他还去了现场一起拍照 为的就是阻止他行将旧幕的消息 在岛内传播开来 告诉世人他的身体很好 依旧可以领导台湾 在无数人的照料下 蒋介石的身体得到了一些缓解 不过在4年年底 蒋介石因潜力腺炎和流行性感冒所致的肺炎 身体一度虚弱到了极点 1996年 已经尤禁灯窟的蒋介石孙子蒋孝勇 回到台湾 召开了一个记者发布会 提出希望两奖光果能移回大陆 病床上的他 声泪俱下地说了两句话 引来无数唏嘘 1975年年初 蒋介石差点在睡梦中悄悄离世 幸好当时的工作人员 及时发现问题 将他抢救了回来 但自此以后 蒋介石总会时不时发高烧 所有人都清晰地知道 蒋介石这一次是真的快不行了 到了3月29日 就连蒋介石自己也预感大陷将至 特地叫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副秘书长 代理写下遗嘱 并让宋美龄 蒋经国 严家干等7人签字确认 这时 蒋介石曾对儿子蒋经国说道 我死后 将灵鹫扶坐在慈湖 那里像我们老家 风景也好 喘上一口气 蒋介石才继续补充道 如果有机会的话 你把我的棺果送回老家凤化 我想葬在那里 蒋介石一生立下过很多次遗嘱 大大小小一共9个 其中有三个内容不详 最早的遗嘱 是在1920年 他感到时常受小人排挤 郁闷万分 顾立下遗嘱 然而 当他真正面临死亡的那一刻 却没能说出一句话 1975年4月5日 蒋介石在睡梦中因心脏病去世 根据侍从翁正的口述 老先生归西时 没有交代任何遗言 因此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所决议奉行的 就是蒋介石于3月29夫秘书长秦孝仪的代计遗嘱 据说当时台北狂风大作下了一场雷雨 按照父亲生前的遗愿 蒋经国将蒋介石的灵鹫 扶坐在了台湾慈狐行馆的政厅 尸体做了防腐处理 扶坐又称秋子 是中国的一种殡葬方式 即用砖石将棺材的四角垫高 距离地面三寸高 暂时不入土 这样做是为了让子孙后人不用挖土掘坟 简单便捷地给仙人牵坟 多数远离故土的人都会选择先将光果服错 等到条件允许之后再运回故里落叶归根 有的人是家道中落 不愿意落魄入葬 就只能赞错灵鹫 等到家庭条件好了以后 再将丧事办得体面一些 有的则是等待家中妻子或是丈夫合葬 赞错灵鹫等着一起入土 蒋介石死后 躺在黄色的大理石灵鹫当中 身上穿着黄色长袍马褂 这是他当初在成都登上飞机离开大陆时的装扮 只不过死后 别人给他胸前佩戴上了一串勋章 在蒋介石多年的铺路中 蒋经国在他死后顺利接管了台湾当局 并一直在等待父亲所说的那个时机 打算将父亲送回浙江安葬 国民党与大陆的关系并不友好 几十年以来都是互相敌对的关系 即便蒋经国有心完成父亲遗愿 将他送回大陆安葬 也不知道要怎样向新中国开口 再加上台湾当局有很多人反对这件事情 认为这样会加剧社会动荡 一直明里按理阻止着这件事情的推进 一直到1982年 大陆在邓小平的指示下 向台湾全体人民传达了一封信件 表示全国人民都期盼着中国能够统一 两岸人民同宗同源 理应携手共建 共闯繁荣 蒋经国感觉 那个父亲所提到的机会已经到来 于是就默许了祖国的行动 并对很多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只求两岸能迎来一个和谐的未来 在这个时候 无数身居台湾 阔别家乡和亲人多年的老人 也意识到了时代的转变 并期盼着两岸可以早点迎来那样的春天 中华民族能够凑成和谐的一家 而为了能早点让父亲蒋介石魂归故里 蒋经国还主动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 希望中央政府能够允许他将蒋介石的官国运回浙江凤化的老家 入土为安 邓小平非常高兴能够收到蒋经国的信件 这是两岸关系缓和的见证 于是他在信件中回道 希望两岸可以尽快实现统一 好让先生可以早日魂归故里 同时为表大陆诚意 大陆还向台湾提出了两岸互通的建议 以此解除两地人民的思想之仇和促进文化经济交流 蒋介石孙子蒋孝勇召开发布会 提出将爷爷和父亲移灵大陆 两句话令使人唏嘘 1987年两岸联合发布了声明 宣布两岸人民可以互相来往 进行探亲活动 而自此之后 两岸的关系也更加和谐了起来 看着两岸和谐的场景 蒋经国也不禁感慨起来 或许这一切纠葛即将结束 自己也即将完成父亲的遗愿 期望越高 失望也就越大 就在两岸关系越发亲热起来的时候 蒋经国病倒了 且因为他的倒下 两岸统一的事情 值得搁置下来 并且没过多久 蒋经国就病逝了 他没能想到 自己会在这样关键的时期出事 以至于弥留之际 还在挂念着蒋介石留给他的遗愿 他将儿子蒋孝勇叫到跟前说道 曾经你祖父的遗愿 就是要将灵鹫运回浙江凤化老家安葬 所以一直在等待机会 没有在台湾入土 他细细看了看儿子的面容叮嘱道 祖国统一之后 你将我和你祖父的官国 一起送回老家下葬 我们蒋家的根就在那里 1988年1月中旬 蒋经国在台北病逝 在北京的邓小平 听闻消息后 非常难过惋惜 此日 中央发表了谈话 肯定了蒋经国先生 坚持一个中国 反对台独的政治主张 对蒋经国先生 为两岸关系缓和所做的 一切努力进行了肯定 蒋孝勇接到了 父亲移交的两代人遗院 但蒋经国死后 蒋家人在台湾地区 早就没有什么实权可言 对于蒋孝勇来说 他比父亲这样一个地区领导人 还要来得艰难 办理完父亲丧事 也将父亲安放在 桃园县大溪镇之后 蒋孝勇开始为祖父父亲 安葬一事开始奔走 但台湾当局 对他的态度十分冷淡 等到最后 直接忽视掉蒋孝勇的请求 并且之后 两岸关系再度紧张 蒋孝勇想要完成 新人遗院的想法也就不了了之 而且台湾当局 不仅不同意他的申请 还暗讽他的政治立场 说他是在借机投诚大陆 想要以此谋取私利 对于台湾当局的做法 蒋孝勇非常痛恨 而由于不满李登辉 他在当选中央委员后 还在1995年国民党初选上 投下空白票 投书写下 变清朗语扬 蒋孝勇在政治上说不上话 难以完成先辈遗院 心中的愧疚 也是一天比一天沉重 等到了1996年初 被诊断出罹患食道癌 到大陆治疗 他就想着携带一家老小 回到凤化 替他们回乡看看 台湾当局自然是 驳回了他的提议 毕竟蒋家人身份特殊 如果在这个时候 回到大陆记祖 对台湾当局来说 只是一件麻烦事 不久之后 蒋孝勇召开了记者会 顶着病痛 就这么在记者会上 谈论其祖父和父亲的临终遗嘱 他表示 父亲蒋经国病逝前 将这件事慎重托付给他 他却一直无力完成嘱托 情到深处 蒋孝勇潸然泪下 如今我是不能完成 二老的心愿了 但把祖父父亲的灵鹫 迁回老家安葬 将会作为蒋家大事 世世代代传下去 人老了都会念旧 孩子走远了 总会想家 先辈已去 从今往后 一切都要靠后人自己努力 走出一番新天地 但这条路 一定是一条回家的路 蒋孝勇的一番话 令人虚息不已 这年五月 蒋孝勇与家人秘密回到了大陆 在浙江凤化西口 探亲祭族扫墓 末了还造访了北京市 看着保存完好的故居 蒋孝勇心头百感交集 两党在过去多有恩怨 新中国由共产党领导多年 自己家的坟头 却依旧保存完好 让他心中顿生愧疚 他们是当时蒋家第三代人中 唯一回到过大陆的人 同年12月22日 蒋孝勇也在台北因病去世 自此之后 蒋家第三代全部淡出政治圈 而蒋介石父子依旧的事 又传到了蒋家的下一代手中 落叶归根是几千年来 中国人最为重要的思想文化底蕴之一 不论走得再远 人再老实 总会想要回归故乡 走得越远 家乡就越发让人魂牵梦绕 他想终究不是故乡 也不知要等到何时 蒋氏父子才能魂归故里 感谢您的名字